大家好,我是宋宋,陈宋玲 终于有时间坐下来了 跟大家聊聊天 最近因为工作呢 还有就是直播 一整天工作下来 回到家整个 算,这样 以前呢就是睡三个小时 就可以回复体力 现在睡三天呢 都觉得自己真没那么能熬了 这人啊,真的是要尽早保养越好 尤其是随着年龄增长啊 你的皮肤状态有一些的 真的会让自己焦到不足 虽然有时候啊 我都会焦汤 让自己吸收营养 但是就是说 促进胶原蛋白生成的氨基酸 也并不是所有食物都有 而富含胶原蛋白的食物呢 它的脂肪含量又比较高 它那种的胶原蛋白 是属于大分子吗 它吸收有限 所以我现在就转吃呢 一种小分子的胶原蛋白的营养品 简单直接 容易坚持 而且呢就是 你尝试的门槛也没那么高 我自己呢就是 在喝 康陈味剑第二代 YAPP高光小粉品 嗯,好喝 而且还方便 这个就是我说的 它含有胶原蛋白钛 这种呢小分子呢 比较容易给身体吸收 它还加入了一个非常珍贵的 就是 鲸鱼弹性蛋白 我每天呢就是喝一瓶 如果呢就是说我熬夜啊 或者是特别辛苦的话 我就可以加量 喝这个味道是什么 这样子就是为了补充皮肤的营养 其实呢这种内服的东西啊 也就是长时间这样养成习惯呢 你真的会看到有所不一样的呀 那我希望大家呢就是选用这一种的口服 这个胶原蛋白的时候呢一定要相信品牌 因为品牌里面呢它就会是有 这些东西呢都不会影响你身体健康的 但是当然了最重要还是要什么 不要熬夜 以食健康 这样子从内到外呢你就会更好了 还有旁钢